我的天啊 太梨花了 好期待你打電話不完 我不覺得吃得太早 苦驗了一點 Oh my God So nice 哈囉大家好 今天呢是7月6號的早上9點快半的時間 我們今天要玩一個很特別的企劃 叫做一日三餐請你幫我點 因為現在時間非常的糟對我 這個非常晚睡 就是我的真理時鐘跟大家是逆著來的 可能創作者都是這樣子的吧 我不知道 那我自己就是其實平時都那種三四點睡 所以9點半度來講是真的超級朝氣的一個 很不可能的時間 我到現在還素顏的狀態 然後現在聲音還有一點啞 今天一日三餐呢 就會按照以下的時間軸 然後打電話給粉絲朋友們 然後請他來決定我今天三餐要吃什麼 那現在也已經是約定好的9點半時間了 那我現在就先來盲打一個粉絲 那我們先來打這位頭香的小豆腐 感覺就是非常厲害 我現在有點緊張 嗯 喂 喂哈囉你好我是Niki 請問方便講電話嗎 好 等一下是說講電話 因為我們今天企劃就是 三餐會請粉絲朋友幫我點 一個就是很像驚喜報的概念 就是你幫我點什麼我就吃什麼這樣子 你不用負擔就是你想要點什麼都可以 錢就是幫我寫那個到貨付款就可以了 我現在腦袋也有點不清楚欸 就是很早就起床了 超級少那麼早起床的 好 那 我只有唯一一個小小的祈求 就是不要幫我點咖啡 這樣就可以了 其他都行 就按照你自己的喜好 現在的心情然後幫我點餐這樣子 本來還在想說第一個應該要打可能兩三次 還是 我們學校七點半就要上課 蛤 七點半 天啊 好像北市跟台北市不太一樣 我的天啊 所以你們就是要六點多就起床了 六點多就要去加公車 我的天啊六點多 反正你差不多 決定好你就可以幫我送出點餐這樣子 不用有任何的負擔 那就麻煩你幫我點餐了 我自己也覺得蠻開心 覺得蠻驚喜的嗎 希望沒有變成驚嚇 好 我起床 那也是祝你就是高二 現在升高三 一路就是指考啊學測的時候 都可以像今天這麼驚喜這麼幸運這樣子 取得好成績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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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掛完之後就傳簡訊給你囉 好的 拜拜唷 拜拜 早安 拜拜 我現在先把我們家的地址傳給他 好的 那我現在已經把簡訊發送出去了 待會就期待一下吧 好 那這是我們的早餐 早餐來了 現在10點25分是我拿到餐點的時間 然後非常意外的我拿到了兩杯飲料 不知道他是不是打算一杯讓我當下午茶 好 我們來看早餐是一個可頌 然後它裡面是包什麼 起司跟培根 我很喜歡吃可頌 但是我不敢吃生菜 也不是說不敢吃 就是比較不喜歡吃 紅茶是好喝的耶 但這一間我完全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我真的沒有超過這一間 估計我不知道它是在哪裡 我第一口吃只吃到可頌 還沒吃著飽料 但是它的生菜是很新鮮的那種耶 因為我很怕那個蝸具啊 有一種很奇怪的味道 是一個超級剛好符合我食量的一個早餐 You can't eat this 我有點... 很...很大 很大 我给你吃点 吃完了 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大概自上会 因为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还不到11点 所以我现在就先看一下今天的行程 因为我前一天都会先把脱脱 就是今天要做的事情写出来 好 那我们就待会就来迎接中午的时段的外送 好的 现在已经2点了 然后差不多要来吃午餐了 我不知道大家打电话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压力耶 我发现现代人其实不大喜欢接电话 然后也不大喜欢打电话 大家会这么觉得吗 因为我自己很多工作伙伴都很不喜欢接电话 然后有事情就用LINE解决 如果LINE解决不了的话呢 就是要约定好时间打电话 你不能就是突然之间就直接一通电话打过去 好好好 我现在先来随意找一个 好 现在盲选 好 这一个 会不会今天打的都没有接 喂 喂 你好 我是Nikki 倪琪 请问现在方便讲电话吗 哦 可以 你好 哎 等一下你说 哦 好 昨天那个吗 ig 那个 对对对 前两天 前两天发的 哦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希望不会打扰到你 刚刚还正在看文 哦 现在正在看文是不是 我先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企划就是请你帮我点就是一日三餐 然后现在是中午的时间 你已经吃饱了吧 你还没吃到 所以大家都这么玩就对了 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称呼 闻香 闻香 ok 好熟喔闻香 就之前那个招场的时候我也有去 有有有有 你应该有写卡片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就我对这个名字是有印象的 对对对对 好 ok ok 谢谢拜拜 拜拜 登登登 我拿到了我的中餐了 谢谢闻香香豆腐帮点的 我在想这该不会是咖啡吧 我先来看一下这叫什么 鬼酱拉面 啊拉面 好香哦 超级破坏的 啊这个是我还真的没有叫过拉面 就是叫外送的时候 这真的是一个新鲜的尝试 我拉下来一点我把它看 然后 然后 简直太 豐 豐盛了吧 我的天啊 太迪花了 这是叉烧吗 看看这些东西 今天早上吃了可颜 然后中午吃拉面 不知道晚上的人会不会帮我给个饭之类的 看看吃它的面体看看好不好吃 因为拉面最重要就是这个面体 因为我很怕那种很软烂的那个拉面 就是我吃拉面跟一大面都喜欢吃那种比较硬一点的面体 嗯我觉得还行 嗯 是比较偏硬一点点但没有到很硬 嗯汤也不错哦 大家都太会点了吧 就是至少点的东西我敢吃 而且我还蛮爱吃的 哇这肉真的 真的 我今天还准备了就是 一万块想说有没有人会点那种一两千块的 嗯 嗯 怕就是 嗯有粉丝会帮我点那种 超级豪华的 什么牛排啊 或是什么排餐之类的那种 不过目前为止 早上花了一百五几块 然后专入这餐是两百八十三块 肥肥的肉我超爱吃肥肥的肉的 我现在吃完了 非常感谢文香小豆腐呢 把我点了这个澎湃的中餐 我觉得我现在吃完了 嗯差不多是 天啊我现在吃完已经快到四点了 那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等到八点半的时候再点 然后差不多九点的时候再来吃晚餐 好我们就中餐就到这边 哎呦天啊 因为这个照片它有点点偏色 所以完全要烤 不是这两位小姐姐有区别吗 直男发言 什么回头 我想想刚才我说 我们吃的那个面包叫什么 面包 可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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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早餐吃的一样欸 我的天啊 跟我早餐吃的一样 因为确实这段时间 从上一个西夏之量 真的时间小豆腐有默契欸 好那现在呢 也差不多就是29分 那也差不多要八点半了 我就来 先随便盲点一个 好OK就它了 希望他可以点个饭 新店感应 就是希望晚餐可以吃到饭 因为我是那种超级饭桶的人 就是一天当中至少要一餐是吃到米饭 我才会有那一天才有吃饭的感觉 就是真的有吃东西的感觉 喂 喂哈喽你好 我是Netty 妮琪 请问 请问 我想说 你刚好在我随机 就是指到你 你刚好在我随机 指到你 对对对 我昨天还在跟我姐姐说 你有留电话吗 她说没有 我说你真的不留 我现在搞不好就有可能啊 那我一起也太好了吧 所以你姐姐 你姐姐没有留就对了 所以她没有留 没有 因为她在香港旁边 她说要打过来了吗 我就对 所以你姐在你旁边吗 对她在我旁边 哈喽姐姐你好 哈喽 哈喽姐姐你好 你们吃饭了吗 你们已经吃晚餐了吗 还没有 我们在等垃圾车 也太生活了吧 等垃圾车 我等了半个小时多了 刚好来了 昨天可能就吃泡面吧 真的假的吗 特意不知道吃什么 不行啦 你们还是要去吃一下东西 也太 也太真实了吧 我都听到就是垃圾车的声音了 很生活化 可以再去买一点东西 都已经在外面了 可以顺便买个东西再回去吃 应该会买个小菜之类的 乳味之类的 乳味之类的 对乳味之类的 对 好OK 那我这个企划就是 请你帮我点餐点 然后你帮我点外送 选那个货到付款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你要点什么都可以 对 只要不要点咖啡就好了 好 对对对对 只要不要有咖啡 你有什么不吃的吗 嗯我都可以耶 其实都可以 都吃吗 对对对都吃 好我们等下讨论一下 希望我家附近还给力 有不错的东西可以让你们点 姐姐谢谢你们哦 那待会麻烦你们了 好 好 好 祝你们开开心心 好 拜拜 拜拜 好了我现在拿到了 我的晚餐外送了 我的天啊超级多的 我刚刚拿完餐点的时候 还在录影片 所以我其实我现在已经 10点23分了 然后拿的时候呢 我就跟外送员说多少钱 结果没想到小豆腐居然付了 我的天啊 真的对姐妹抱真的是 太令人感动了 我后来就赶快传讯息 跟她讲说我把就是费用转过去 然后她就说真的不用就是 你喜欢就好了 感谢你介绍这么多好作品 这是一点小心力 拍片辛苦的 期待你介绍更多好的作品 会一直支持你的 我的天啊也太感人了吧 好 然后天啊点超多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晚餐 我觉得连明天下午餐都准备了 这个是一个 哦 韩式的柚子餐 然后这个是蛋糕吗 哇 天啊 我都不知道她到底在哪里买的 我们家有这个东西了吗 但这个 这应该是烤布雷之类的吗 到底去哪里买这种 真的那么厉害的东西 这是布朗尼吗 栗子口味的布朗尼之类的 哇 她连我的餐后甜点都有了 嗯 很香耶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要胖了 她还跟我讲说我太瘦了 要多吃一点 然后这个是 哦 是炸鸡 韩式的炸鸡 哦 我的天啊 给她看一下 哦 不够香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哦 哦 谢谢谢谢 我要来吃了 工作完之后 然后吃好吃的 真的 会让人家心情很好 很开心耶 大家有这么觉得吗 我觉得大家 其实是 有默契的 因为我刚刚 一开始有说 我希望是 我今天可以吃到饭 结果 嗯 我真的 跟你们默契绝佳 真的太厉害了 Oh my god So nice 哇 哦 它这个 这个是一个组合耶 一个set 它这个 鸡 嗯 鸡腿 这个应该是鸡腿吧 下面居然还有薯条耶 我先吃这个棒棒腿 这个看起来就超好吃的 哇 我未来 吃得太狼虎厌了一点 嗯 嗯 嗯 它的泡菜非常的好吃耶 我觉得它的泡菜有水准 哦 食物真的是 治愈的力量 再加上这个心有灵犀的感觉 哦 我要快快快这间的饭 这间的饭很好吃 这间的饭很好吃 我下次要买 它像是甜的那种这样 甜的那种烤肉这样 搭配胖的菜有点微辣的话 非常搭 但这柚子茶 有一点点小甜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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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吃完了 剩一点点的蛋 然后 这个 剩烤鸡 两个 然后我打算先冰在冰箱 明天可以烤来吃 好 那我现在先总结一下 就是今天的一日三餐 请你帮我点这个企划呢 我自己的感觉 那因为其实这个企划 源自于我另外一个 创作者的朋友 那他的做法是跟自己的朋友玩 然后他打电话 请他朋友帮他点餐 然后他自己玩的心得是 觉得他们点的就是他拿到的都是他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不好玩 我当时就听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比较想要跟就是一路上陪伴我成长的很像朋友一般的小豆腐粉丝们一起玩 我觉得就是还蛮有乐趣的 那我自己这样子一路三餐今天施行下来的话呢 我的心得就是我真的跟小豆腐们超级有默契耶 我觉得以今天来讲跟你们默契指数可以高达90%了吧 给90分应该非常对得起这个分数 像是我早餐就是意外货的跟俊俊同款的就是可颂之外呢 然后晚上我当时有许愿想要吃到饭食嘛 结果就送来的那个烤肉饭 就让我如愿的也吃到了饭食 东西这算是满汉全息都有 中午吃 呃早上是吃美式嘛 因为可颂 然后中午是吃日式 然后晚上是吃韩式 应该是说小豆腐们之间有心电感应是不是 让我就是在家里可以环游世界的概念 非常非常的感谢就是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其实我在发布之前就是还是会很紧张 但今天这样子跟大家互动下来的话 我就觉得还蛮庆幸有做这个活动 因为不管你们在哪里 像是晚上的小豆腐它是住花莲嘛 那其实花莲的小豆腐 应该很难有机会可以跟我碰到面向实体活动还是什么的 因为之前的活动我两次都办在台北 然后有一次是下到台南去办一日店长的活动 所以其实东部地区的小豆腐真的是 比较难就是真的跟我面对面 然后碰到面 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就是一路以来就是陪伴我支持我成长的小豆腐们 那最后呢也要再次就是感谢今天早上帮我点餐的 浓州米 然后中午的文香还有晚上的小鹿姐妹 就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 然后今天我玩的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愉快 那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 因为毕竟现在疫情期间嘛 大家都还是要乖乖的待在家里 但是我希望台湾也一起努力 然后大家都非常辛苦了 也希望今天影片大家会看的开心 一起度过就是可能开心的吃饭时间 那如果还有什么想要看的主题的话呢 也欢迎一定的在下方留言跟我讲哦 我是Nikki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拜拜